本分局中山路派出所于今日三十许接获报案 称七弦二路上某餐厅内有纠纷情形 经立即调派线上快打警主到场查处 了解系该店林姓店长与刘姓友人商讨债务还款问题 过程中因宁南态度强硬 并不断要求刘南确认还款期限 其王姓友人等两人见状感到不满声援 过程中就地拿起店内的椅子 向林姓店长丢去并徒手拉扯 造成其头部红肿 手脚挫伤 其余员工见状后拉开双方并报警 本分局快打警主到场后将在场人全数带回了解 经确认后将动手的刘姓男子等三人 依伤害及妨碍秩序等罪嫌 移送高雄地方检察署侦办 新兴分局重申 对任何知识案件 警方绝对全力侦办 绝不容许知识等破坏治安行为 民众如有任何债务问题 因理性寻求法律途径解决 若有任何违法违续的行为 警方绝对严正依法侦办 绝不宽待 对任何违法通径解决